最近,刘鸾雄和甘比这对港岛富豪夫妇,又开始抢占头条 从采金地产到娱乐快讯,都报道了他们的最新动态 能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是最快活的脱流者 40出头,身价24亿,一子一年 就连大刘本人都形容他是超级富婆 不过最近这个超级富婆可能不是太好过 稿媒报道称因为最近股市经常暴升暴跌 财经界有传吕利君投资债券损失了20亿 对此吕利君倒是没有过多回应 仅仅轻描淡写地否认 大家好,这里是一览无余 每天为您分享娱乐最新资讯 感谢您的观看 对于刘泰甘比的商位根本不用再多说 不如今天来说说曾经最接近刘泰未知的吕利君 吕利君1979年出生 父亲是塑胶厂老板 还有投资房地产 虽说家境还算不错 但吕夫在那个时候也是有妾师和子女 吕利君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 1998年他参选了港姐 无国外貌 没长在大众的审美里 早早就落选了 靠姿色之番很明显行不通 吕利君就去提高自己的实力 落选港姐以后 吕利君到英国伦敦大学 Keith College修读硕士 期间还在LV兼职受货员 她的刘泰之路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众所周知 大刘有一位史上的最丑女友王颖鱼 王颖鱼其实是残女一枚 出生在律师十家 年纪轻轻就已经取得英国和香港的律师资格 1996年王颖鱼加入了大刘的公司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受了刚和原配保永勤 离婚不久的大刘 借助连续两年晋升 1997年人华人置业及爱美高中国执行董事 1998年人华人置业集团总经理 王颖鱼和大刘相恋六年 两个人常常去伦敦逛街购物 于是一来二去 在LV兼职的吕立军就这么和王颖鱼成了闺蜜 又传吕立军在给王颖鱼送包的时候 会翻大刘的垃圾桶 研究大刘的喜好 而大刘起初称赞吕立军为人纯品 性格率直 不做做 完全无机心 王颖鱼在知道大刘和吕立军勾搭在一起后 还气到闹自杀 只不过他吞的不是八十颗安眠药 而是维生素 结局我们都知道了 吕立军挤走了闺蜜网颖鱼勾搭上刘鸾雄 成功进入大刘的后宫 之后大刘开始带助吕立军公开出席活动 两个人的恋情也正式曝光 2002年吕立军怀孕 大刘不仅爽快成任 还送了豪宅豪车游艇当奖励 同年甘比进入了大刘公司 大刘又开始和他传出绯闻 不过当时大刘还知道要表决心 召开记者会亲自否认绯闻 接住吕立军生下女儿刘秀妍 稳坐未来留他宝座 那时候的甘比完全不值得一提 吕立军生下女儿以后继续回英国求学 这么上京大刘当然没意见 就算读博士期间吕立军被派到河南同学同经同出 大刘也是百分百信任 不过吕立军的硬核实力确实见像 不仅在学术界发表了引起回响的论文 还拿到了博士头衔 但吕立军却没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继续发光发热 而是反港正式开启了宫斗大戏 这也是他失宠的开始 2008年甘比被抱怀孕 生活中多了保镖和爱马仕 明明有全部优势的吕立军慌了阵脚 不过大刘也明显心虚 不管媒体怎么报道都不承认甘比 借助各大媒体都收到了一份已留泰字句 署名吕立军的声明 质疑甘比女儿的生父身份 讽刺甘比的进取心 吕立军这一波自以为是的低招争宠激怒了大刘 怒斥他无脑 让自己做了小丑 于是大刘封锁了他的经济 不过大刘对于甘比和女儿还是不松口的态度 之后吕立军为了能和大刘重归于好 也是费了不少劲 有传是吕立军和甘比秘密沟通 双方给面子达成和平协议 甘比已是做大刘二将 永不对外公开女儿生父身份 大刘也很明白事理 带助吕立军出现在老地方福林门 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继续恩爱 接住在去探望还在坐月子的甘比 并为刚满月的女儿摆满月酒 这时候大刘终于松口承认了甘比和女儿刘秀化 2010年吕立军抢先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连不怎么喜欢他的刘母都张罗珠和吕立军一起过母亲节 后来吕立军成了大刘公司的执行董事 主席兼行政总裁等重要角色 不过只用了两年吕立军就被甘比追平 甘比生下了儿子刘仲学 接下来的生活看似平静 其实被地理波涛汹涌 2016年港媒爆料大刘和吕立军早就已经分手 这时候吕立军又没沉住气 立马跳出来辟谣 还带助儿子去大刘公司 说儿子很喜欢在爸爸的办公室玩 又往枪口上撞 结果大刘直接登报拆穿他 说两个人早在14年就已经正式分手了 后来大刘接受访问 直接用贪得吴燕来评价吕立军 有次我假装没有钱 问他借5000万美金 他说要我写签单 但钱都是我的 我总是和他说 你就算有100亿 他都会为一块钱出卖我 所以就算给他100亿 200亿都没用的 他永远贪得无厌 我有病以来的一年半 他只来医院看过我10分钟 也从没联络过我 以为我就要死了 日日打到外面的律师问我死了没有 只要我一段气就展开吞加产行动 他无限干比将我禁锢 省之不清 其实我的家人 公司同事和香港的朋友都可随时联络到我 昨天我才和别人玩了六个小时斗地主 这个女人什么都敢做 我跟他说他最大的资产是一段女 但他却教孩子仇视我 有次我回家看孩子 女儿见到我爸爸也不叫一声 所以我在声明中有所保留 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那里还有私人飞机和十个司机任他差遣 看到孩子这样我不忍心 以前我姿势高 智慧高 结果三个女人生出来的孩子都不同 孩子有些是来还债 有些是来讨债 有苦我自己知道 吕丽君在我眼中是一个百分百蠢人 这头讲完 下一毛推翻 他脸皮厚过恐龙皮 就连对于吕丽君质疑那份声明不是大刘本人撰写 大刘都立刻作出回应 是我下的order命令 是我叫律师写的 声明出来后我还自己改稿 最后甘比成了大刘最后的女人 吕丽君则低调感名吕佩玲 公益 工作之与专心培养女儿刘秀莹 倒也还算快活 整个人的状态维持的也算是真的不错 虽然吕丽君明显有助想经豪门的女人的通病 急不可耐 低招争宠 试探底线 物不紧逼 即使没有甘比的出现 他也注定成不了刘太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相信吕丽君在感情之外都不会太傻 毕竟跟了大刘这么多年投资也不是白学的 倒还不至于离了大刘就彻底玩玩 不知道大家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